您说的那位客人 她已经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已经好一会儿了 我没有轻功 要想追上小白 那不得走到 红年马月去啊 别急 马上就好了 你拿好 快吃吧 吃肉 包子 热包子 老板 来两提包子 来 彩彩姑娘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怎么会在这儿 她不是为了要跟你适奔啊 还不是为了要跟你适奔啊 热包子 热包子 你们怎么走了这么快 刚我回客栈的时候 那小二都说你们走了 不过为什么你们又回来了 有件重要的事 必须返回花家 我 我 我好不容易踩从花家逃出来 怎么 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回去 小白 我跟你说啊 我们俩的事情 不需要经过哥哥和爹的同意的 真的 只要我们回到丰命山庄 就可以 不是这样 你听我说 你真的不用怕爹和哥哥的 真的 你只要 春花姑娘 现在长生果出现在你们花家 武林盟主等着长生果来救性命呢 所以这个事情刻不容缓 原来不是为了我呀 此次我们三个人过去就好 风姑娘 冷姑娘 你们回客栈等我消息 好